两次发牌 Oh my god 完了 内玛尔要炸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接着来看传奇赛 继续来看内玛尔打牌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John Walks拿到一手AK300做到了2000 马尔K五方片 小盲未跟住 艾伦Kidding大盲未 Kidding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输了15万 你敢信吗 四人吃 翻牌A56 Vox拿到顶队顶踢 内玛尔命中一个顶队 Garcia反后打了一枪 Garcia这有一个卡顺听牌 直接打5000吗 完了 吃到了Vox的加注 这牌搁我我就不打 四人吃 又有A死在 怎么能打这么重呢 转牌 一张三 Garcia拿到团牌价值 Check check 这什么运气 Garcia说我牌不行 但是不影响我下注 Garcia打了15000 Vox又是一个反加 完了 这一手AK竟然被清空了 来看这一手牌 大佬们开始放飞自我了 Alan Hiddin 枪口味啊 做了一个非常重的挤压 70杂色 300做到17000 Garcia这也是相当的浪啊 40方片都跟了下来 很好 什么牌都打是吧 四人吃 Berzillion 米国的赌神啊 拿着一对钩 并没有再做400 这是想慢打呢 还是说 担心自己落后呢 翻牌248彩虹面 对于口袋钩来讲 比较安全的牌面 Berzillion 打多少 打2万 三分之一波 打得很标准 Urban 勾圈的高牌 这牌好像真没人跟得动啊 Garcia 完了 Garcia前期赢了这么多啊 这是要输光了吗 一对四喊出楼印 Berzillion秒扣 两次发牌 四或者十 可以救Garcia 合牌 Berzillion也是个极脾气啊 这位花花公子 行 恭喜Garcia 顺利把自己送走了 这烂牌 非得入持 输光了 不玩了 回家了 继续来看牌 内脉A7杂色 加注到了1000 P定89草花 在嗨债位跟注 Berzillion圈钩草花 做了三倍 这个挤压 做的挺是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好牌啊 宁甲三四杂色 都是乱排 内脉跟了下来 Kidding也没走 翻牌569 Oh my god 这牌面有意思啊 Berzillion还有AlanKidding 全部拿到同花挺牌 但是Kidding有一个 同花顺的挺牌 而内脉的话 卡顺挺牌 Berzillion打了7000 这牌内脉还能跟得动吗 Kidding直接一个家主推出来 哇 那这手牌啊 应该是没内脉什么事啊 Berzillion要怎么来应对 两个人都是深筹马 天哪 内脉还不走吗 真的就觉得转牌有一张8 在等着他 啊 转牌一张圈 Berzillion拿到顶对 Check 能不能放马免费看张合牌啊 看来是不能 AlanKidding还在做着 Semi Bluff 真敢打呀 面对两个人啊 底持9万 Kidding打了6万 Berzillion中队 自然不用说 直接跟下来 哎 小马儿终于是跟不动了 合牌 Oh my god 竟然是张8 哇 这张8 不但让AlanKidding反超了 如果内脉没走的话 内脉会做成顺子 我这张合牌简直太关键了 可惜啊 马儿没能等到 AlanKidding转牌的内枪啊 成了这手牌的精髓啊 合牌 Kidding打了7万5的价值 这个下注估计是打到 Berzillion新坎里去了 一个不算太艰难的决定啊 最终底持被锁定在了363,000 AlanKidding也凭借着赢下的这个底持啊 成功回了水上 接着来往下看 内脉在装备啊 用一手80草花做了300 AlanKidding又是一手草花的同色牌 装在一起了吗 翻牌两张8 内脉拿到了Trip 又是个彩虹面啊 这牌面应该很好打 第11万6 内脉打了4000 看看有没有比较浪的啊 想跟他碰一碰 AlanKidding用一手9嗨做了加注 真以为内脉没牌是吧 好好好 您家K圈应该是要盖掉了 好 马儿别着急 马儿马儿跟AlanKidding玩 转牌 这张9发出来的话 Keyding拿到弹牌价值啊 还是打了一万 不是 内脉的跟注不说明问题吗 Keyding还在做着尝试啊 内脉在考虑啊 要不要加注 打多少 内脉这是直接欧印了 底持5万多 内脉手里也是5万多 A圈方块 又或者有张10 对吧 好 Keyding接了 这是要给内脉 送上一个double啊 3%的胜算啊 Keyding只能盼着发张9了吧 没戏了 没戏了 两次发牌 Oh my god 完了 内脉要炸了 内脉今天运气确实是差了点啊 还有刚才的那个盖牌啊 也是很可惜 错失了一个大底持 最终这手牌的评分啊 对于内脉来讲 真的是很难接受啊 接着来看这手牌 内脉四五杂色 加注到300 Jimmy Butler 篮球巨星啊 小猫卫 口袋七 只是选择了凭空 今天晚上 Jimmy Butler 好像真是没打几手牌 翻牌七八十 有人中赛了 有九的牌手呢 Velasko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Berzellin Berzellin 哎呀 Berzellin也有九啊 Zenworks手里有张七 这绝张七还能发出来 内脉卡顺听牌 直接盖掉 内脉也是伤心了 卡顺不想再买下去了 Velasko返家到了4000 Jimmy Butler 一点不着急啊 直接跟住 转牌 Oh my god 6发出来了 两家全部做成了顺子 不下注吗 中顺子的牌手 全部都在埋伏 最终合牌一张6 Jimmy Butler 做成了葫芦 哇 爽了 打重一点啊 一定打重一点 哇 只打了5000 哎呀 这个下注看得我是真挠头啊 好在有人加注啊 赌神反加到了18000 这是要给Jimmy Butler 送上一个double了 看到一个下注 一个加注啊 Velasko在考虑 自己是否落后 这牌面 毕竟有攻盾 真是盖掉了 盖的漂亮 欧耶 没问题 即便不喜欢这个下注啊 这跟注应该也是在所难免了 好 随着这一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接着看 下期见 7300 courtesy of that river 6 of clubs 是关于是 脑子 喜欢吗 是 是 是 在